家里小孩洗手说电手 一测水龙头上带电 水龙头连着电热水器 热水器上也带电 这种故障我们经常修 也经常见 像家里这些电器外壳 只要测着带电 第一个要考虑的原因就是没有地线 这个电是个感应电 看配点像地线好不好 一般就是地线不好 有地线并不代表地线就好 还是不好 还是不好 还是楼下的原因 这楼下 这样的过程天才修天才有 那推这边吧 哪个是 这地方不能放东西的 这些东西不能放 不能放东西的 我们改的像是地线了 这不都地下吗 全卡了 全没卡了 家家都有 家家都有 地线都有 都被掐了 你们小区有物业吗 村尾的 村尾就是物业 村尾就是物业 村尾有 都被小了 走中楼都漏电了 嗯 嗯 都有 每家的地线在这都掐了 掐了以后谁家掐了谁家有 地线带电 那这个你一家 下街呀还是都街呀 有没有阻地线 没下阻地线 没有阻地线 那你下阻地线 这这这都没街 都没街 嗯 没有阻地 那咋整 你说都没街 你咋整 先找出他们家的 找出他们家的给他 这有钢管 这个大大 这个大铁管是埋着地下的 可以做街地铁 你看有洞的 哦 你现在接了吗 嗯 可以在这上面打 打螺丝给他固定了这上面 先走出他们家的接地线 是哪一根 这一根 这个短的线 这个短的线 这个嘛 嗯 带五十多幅 你们家可以断电吗 那 断电给捞一下五六 你让家里断一下电 不是在这断 啊 在这拉 哦 这五六啊 嗯 哎 没了 就倒下了 倒完就没了 就倒下了 把这个电子送上 嗯 把这个给他接出来 把这地线接出来 接出来给他压到 那个管子那给他 上个眼上 打磨出来那个固定的管子上 上个眼上 上个眼上 嗯 嗯 就拿个点线 指定是好了 这样就好了 这样 其他一家会带 地线带电 没有地线 是有安全隐患的 这个得及时的包物业来处理 现在塔门家接地是好了 如果地线好 接地好 当电器漏电时 漏电保护器才会及时的保护 现在孩子洗手 再也不用担心被电了 再测热水器外壳 不带电了 以前没有地线 电器漏电或电器外壳的感应电 就会对人体放电 一旦发生漏电也是不安全的 好了 这样我们就暂时完成了这次电路的检修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自便 客户说这个设备这个轮子对地面打火 对地面次次放电 而这个地面也是橡胶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怀疑是电器漏电 对地放电 所以就连了一根地线 而地线这一头接到了钢结构上 这个是没问题的 不过接完以后新的问题出现了 他们说温空气热电藕这根线 被烧断了 这就是烧断这根线 这是打火打断的 这是于设备外科 打火打断的 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这个和那个轮子对地放电有关系吗 它这个热电藕 这个是个管 管里边是加热管 往下吹风感应温度的 里面是加热管 加热管漏电会导致通过它放电吗 没有道理啊 这一块都是铁的 都和设备外科联一起的 所以说换了新的热电藕以后 也不敢开 就是让我看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找到原因再说 现在电闸是拉掉的 三个火线一个零线 测一下零线没问题 它没查了很多天 也没查出原因 都是怀疑加热管漏电 怀疑电机漏电 怀疑电线漏电 但是都没有 那还是要测一下 一字表笔测加热管外科 另一字表笔测加热管这根线 显示是不漏电的 加热管不漏电 其他的风机电机都不漏电 这就是加热管 是不是加热管这根线与外科搭在了一起呢 加热管里面是陶瓷的 不会漏电 开始也是怀疑加热管有问题 他们也是换了新的加热管 还是不行 也没发现加热管对这个外科有打火的痕迹 不是加热管的问题 看一下热电偶打火的地方 佩天箱的进线口这个地方打过火 是一个强电 不是感应电 另外这个热电偶传感器这个线 与设备外科是通的 所以它是导电的 像这种情况 如果一不小心碰到了火线 比如它碰到了进线 火线 那直接就爆了 这种我以前遇到过几次 原来烧坏这个热电偶这个头在这 一看就是打断的 而和它打火的位置 在这儿 接触器这个螺丝 压线螺丝是个火线 是带电的 碰上就爆 这个位置怎么能碰上它呢 看我关门的时候 热电偶这个线是不是要碰上 你看原来这个热电偶 断线的位置 关门的时候正好碰到它 就打断了 这也就是说他们送上电以后 没开为什么会爆 为什么会打断这个热电偶这个线 因为以前漏电 也就是因为这个情况 就是因为这个情况 以前漏电也是因为它 也是因为它 以前漏电是因为 它漏到色埔外壳 色埔外壳没有地线形成回路 就相当于我 你知道站在木头上 电锋站在木头上是可以磨电的 你知道吧 穿绝缘鞋 为啥要穿绝缘鞋 就是你穿那种鞋直接把你给干到了 我穿这种鞋没事就是绝缘 因为大地绝缘 所以说是有原因的 所以说您说的那个老是偶尔漏电 偶尔偶漏电 有时候漏有时候不漏 就是这个原因 碰上就漏电 不碰上就漏不漏电 没接接地线之前没打断 没打断 没接接地线之前 感觉是放电 对吧 对地放电 轮的就打火 轮的对橡胶皮子打火 橡胶皮子里面有钢丝 钢丝对地导电 以前站在皮子上摸 也不电手 它就放电 你接完地线 接上地线以后 它不对地放电了 它形成一个回路了 这个东西再碰到以后 它有设备外壳形成回路 所以就把它打断了 这个解释特别通 能解释通 这也解释通了 那么如果是个继续楼电的话 接上继续线漏电也没事 漏电它对钢结构漏电 它不会电到你 不会电到你 不会电到你 手上是一件事没有 手上使用我没事 你怎么不关架式 你设备不漏电呢 这样对这个热电偶 套了一个蜡管 把它固定到这个线束上 防止它与火线打火 好了 维修完成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